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声明称 中方将按照自身的节奏开展对外谈判 在25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这是否意味着中欧投资协定 将不会在年底之前达成 就此 发言人汪文斌指出 中方将努力与欧方达成一项 全面平衡高水平的投资协定 中欧投资协定旨在为双面投资 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良好的制度保障 协定达成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 中方致力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将在维护好自身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按照自身的节奏开展对外谈判 努力与欧方达成一项全面平衡 高水平的投资协定